台中的神迹新村是由荒废已久的政府老旧宿舍改建而成的文创产业基地 紧急的文创市集、手冲咖啡、特色美食和满满文青小物的木木市集 是来台中一致有必访的文青王美景点 而为此总统蔡英文也趁着巴拉圭总统当选者贝尼亚来台期间 特别带他来一逛神迹新村 感受着满满的文创能量 巴拉圭总统当选人潘尼亚、塞领多名重要的阁员访台五天 这天来到台中市审计新村 由总统蔡英文和总统府秘书长林娇龙等人接待 走访这个全台知名的文创聚落 台中审计新村是政府老旧宿舍改建而成 由当时担任台中市长的林佳龙一手推动促成 这天邀请到巴拉圭总统当选人潘尼亚和内阁等人 亲自走访除了品尝不少甜点美食也逛逛文创市集 其中一位宿村艺术家更是亲手送福喷画给两国的元首 谢谢 谢谢 在这边吗 你会看到上面星空 其实星空带给人很多无限的希望 但是所有的星空里面 包括我有放了台湾中华民国国旗跟八国的国旗 然后融合在星空里面 然后太阳代表合一 就是两国之间的合一 而左手边跟右手边是八国的国画跟我们的国的国画 人机军事结合了这些文创市集 再加上这些青年的一个创业在这里面这样子 然后他们其实在这里面待了约莫40分钟左右 大概好像超过这个时间 然后其实不管是从体验上 然后整个整个这个介绍过程 他们其实都很开心这样子 然后也体验了这些不管是性能茶店 还是这些冰店 还是青年创业 还是这些市集的摊主的文创商品这样子 台湾青年的善良与创意 让来访的贵宾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更对台湾一些杏仁与冰品甜点惊艳不已 让台中的神迹新村 再次透过美食文创外交 达正成功 记者立将台中采访报导